8代9代的侄友们 大家好 我是KT Racing 避震器还有刹车制作改装厂的卫经理 今天要跟车友们来分享的是CIVIC的8代 因为我们是在8代9代的社团开直播 所以车款的话当然是选择是8代跟9代 今天要改装的东西是KT的禁忌版 禁忌版我们比较常在直播上介绍的 应该是道路版的避震器 但今天介绍的是禁忌版的设定 禁忌版的设定跟道路版 其实以CIVIC 8代来说 最大的差异应该是在后方的弹簧跟调整机构 如果是一般车友 比较多车友们捧场安装的是KT的道路版 后方配的弹簧是大全径 我拿一个零件一下 这个是CIVIC 8代后方的弹簧 它的圈径比较大 然后它上方有一个倒三角形状一个锥状的橡皮 如果是道路版本的 它是跟Tim的做法一样 是放一个很大型的Hilo Key 然后下方的话是要沿用原厂上下橡皮 也就是说上方的橡皮跟下方的橡皮都是要沿用原厂的 但是改成禁忌版之后 这些东西都是废除的 因为会把它改成小圈径 然后直卷的弹簧 它的操控性支撑力道会比较好 可是它的舒适度的话 就没有像道路版的那么的舒服 所以变成是车友的需求不同 我们都有办法来针对车友的需求 有道路版有禁忌版都有不同的设定 那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安装版本是禁忌的设定 后方的话是配直卷式的 180厂7公斤的弹簧 前面的话 原本道路版本的弹簧是直卷式的 不对 原本道路版的弹簧是灯笼状的弹簧 200厂7公斤 但是改成禁忌版的时候 是改成直卷式的弹簧 是200厂10公斤的弹簧 所以它的弹簧公斤数 差了3公斤 而且弹簧的形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并不是说道路版比较好 或者是禁忌版比较好 单纯是因为车主 每个人驾驶习惯的需求不同 经理就会给予不同的建议 那今天的车主因为住在山区 所以他希望的是支撑力度 比较好的禁忌版本的设定 那KT的避震器 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CIVIC的八代 我们在龙潭 桃园的经销商 那一边的话就有一模一样的车子 提供禁忌版的设定 道路版的应该也有 所以如果车友们要试程的话 很欢迎在线上跟我们的小编 或者是留言都可以 因为我们就有10车 可以提供给CIVIC八代的车友们 来试程 因为避震器的话 很多车友都会在板上询问 哪一个品牌比较好 哪一个品牌使用状况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避震器的说实在话 在用询问的每个人想要的感觉 其实不太一样 经理会建议各位 就是找看看有没有一样的实车 那最好是连轮胎的规格 背景的设定条件都一样的话 试程起来一定会比较客观 那今天要安装的版本是竞技版本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原厂的避震器 原厂的话其实车友的这一款车 从新车到现在 避震器也差不多到了要钛换的一个阶段 像这个防尘套还有馒头的话其实都已经坏掉了 而且上座的话 如果经常有看经理直播的话 CIVIC的八代还有九代 它前面避震器的上座 在上方就是前挡玻璃 所以如果我们车子常常停在室外 或者是说经常有比较接触的地方是像基隆 比较靠近沿海 沿份比较重的一个区域的话 它上座就很容易会嗅食 它里面有一个轴承 轴承的话一旦卡住的话 我们在转方向盘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会有异音的状况 那就代表这个上座可能已经损坏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06年07年左右 那时候的CIVIC八代刚上市的时候 那时候的一个避震器的轴承的状况 后来原厂也有一个色变过 08年还是09年之后改的状况 就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这个上座刚好这款车 不只BNC损坏了 这个上座的轴承也损坏了 所以在转向的时候也有异音的状况 这个是前面的BNC下座状况 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的零件 改了KT之后这些零件 都跟原厂的固定位置是一样的 但CIVIC八代跟九代最大的辨识度 就是在前面的理窄串 如果是九代的话 这里有一个理窄串的固定点 那八代的话前面一样有理窄串 可是它的固定点是固定在下沾脚架上方 所以它的形式跟九代是不太一样的 那后方的悬吊系统就差不多了 一样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但是这一台车的这边的边系已经后方 这个是后方的 有一支有明显有漏油的状况 那我们换来介绍安装好的部分 今天的车油没有要把车高降得很低 所以就不需要装阳角调整器 今天没有小边 我把镜头再把它翻过来一下 等我一下 我们来介绍一下后方的好了 翻一下镜头 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 后方的话它的上向笔 因为这个是经济版本的 所以上向笔跟下向笔 就需要把它废除 那这个会改成是直卷式的弹簧 那这个的调整机构 调整机构的话是放在上方的 如果是道路版本它是比较大颗 这个是配直卷式的气光剑的弹簧 这个贴纸 这个是竞技版的贴纸 它的贴纸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对不到脚 这里看得到 那这台车后方的一个安装技巧 不论是是不是装KT都没关系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安装技巧就是 后方的弹簧千万不能预压缩过多 一旦桶身说得太短 它的弹簧预载过多的话 就一定会很弹跳会不好做 所以这一台车特别安装的重点 就是在后方而已 那在后方的桶身 它的上部啊 这里有一个防尘套 这个防尘套的话 也是做一个加长的规格 我们在车高放下来之后 它会往上缩 可是这样防尘套的话 它有办法来针对 轴心做全面性的保护 那这款车如果车友们 要降低的车高的幅度 比较多的话 就会建议要改装 仰角调整器 那这台车 原厂就是比较高 规格配备的 所以它有配备HID 所以如果要改装 仰角调整器的话 要注意后方的话 这个HID的水平感应的掉价 一定要记得把它装好 好 这个是后方的部分 那后面的阻尼调整 就是软硬调整的话 是在行李箱的内侧 我们已经装好了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试毯 往内掀的话 避震器的上部 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 就能调整到后方的阻尼值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 原厂的避震器 拆下来 好 那我们换来介绍前面 前方的话是 进气版本的 所以配置的弹簧 是200厂 10公斤 直卷式的弹簧 可是今天的车友 并没有选择 鱼眼上座了 因为鱼眼上座的话 虽然操控上 比较犀利 可是它的硬率的话 相对的比较高一点点 好 这个台是CIVIC的8代 那8代跟9代 它在上座 在雨刷挡板 这个下方的话 这里就有做一个 维修孔 我们把维修孔把它打开之后 从这里 就能调整到阻尼 M大 KT有没有做短行程 短行程当然有啊 短行程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 竞技的一个设定 有 KT都有做 KT连拉力的赛事 都有做 好 这里的话有附上座 那经理刚刚介绍的 就是它避震器的上座 的上方就是 前挡玻璃 所以洗澈也好 或者是下雨也好 它的水 就比较容易 从这里流下去 所以上座的话 就比较容易生锈 那这里有涂附一些 丑丑的灰色的东西 银灰色的 这个就是 服饰的铝 一千一 这个是很高档的油脂 那所以如果车油 很爱惜车子的话 其实可以 大概三到五个月左右 我们把这里 附一点黄油 它就比较容易防锈 那轴承的寿命 也会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这个在引擎室里面 可以自己来做DIY的保养 那前面下座的部分 这里有油管固定架 ABS感应线 这些当然 都是要符合相关的 一个固定安全规定 那前面的弹簧 比较特别 因为这一台 不是道路版的 所以它的配置 不是灯笼状 大卷的弹簧 它是配直卷的弹簧 200厂 10公斤 当然啦 这样的舒适度的话 就不会像KT的道路版那么好 可是它的操控性 才有侧倾的抑制幅度的话 就会比较好 那线上的CIVIC 8代 9代的车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立刻线上发问 我会把镜头带到 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因为我们安装到差不多了 好 这是后方的部分 那在KT的用料 像我们里面 填充的阻尼也有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女友 然后油缝的部分 使用的是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缝 所以耐用度的话 都相当的不错 那KT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的工厂 并不是违寝他厂来做代工 所以如果用了三五年之后 觉得主女友有烈化 甚至是有漏油的状况 这些都是可以维修的 好 我们准备要装轮胎 要做入室的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有需要 试程的车友 再请跟我们联络 那今天今天的直播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